大家好,我是潘瑞珍 我負責的是DFC感受的部分 我們感受到肺癌的人數逐年上升 而且肺癌非常可怕 通常發現都是第四期 再加上車內的空氣不流通 如果車裡面有臭味就會排不出去 然後我們也訪問了計程車的乘客 如果聞到臭味是怎樣興起 他們會覺得運氣很差 然後會想像濕地反應 還會嚴重 還會以後不想搭計程車 那這樣子還有些人可能會一直打噴嚏 這些事情讓我們不舒服 所以我們決定要做空氣清印機 大家好,我是朱生辰 我今天要分享我們DFC想像的部分 有的時候車內空氣不好 甚至會有側味,讓人不太舒服 因此我們要製作一個空氣清印機 使車子裡的空氣更乾淨 並且準備空氣方向噴霧 可以選擇較天然的 比較不會對身體造成負擔 讓開車與坐車的人都能吸到乾淨的空氣 大家好,我是徐一佳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實踐的部分 我們的行動項目是製作模板和影片 讓大家一起組裝空氣清印機 這個行動能怎麼幫助使用者改善問題 有明確的步驟指示的影片 可以知道正確的組裝方式 做好可以帶回家 我們需要的材料資源與協助 我們需要大量的模板製作 我們需要大量的紙板製作模板 也要有人幫忙錄影片 我們第二個行動項目 帶到家裡跟一般空氣清印機 可能有使用 並定時測量空氣品質 這個行動能怎麼幫助使用者改善問題 如果效果不好 還能再帶回來做適當的調整 我們需要的材料資源與協助 要有可以測量空氣的頻率 大家好我是鄭巧瑜 我們分享DFC的對象是所有會開車的人 這樣不管是開車的人還是乘客都能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這個影片會在社群平台分享 例如YouTube、FB、IG等 可以用LINE分享影片連結給自己的親朋好友 讓他們有適用的機會 也可以用手機傳訊息 分享影片連結給計程車車行 讓他們提升顧客滿意度 如果我們遇見了還沒做DFC挑戰前的自己 現在的我們會想跟他們說 加油設計的過程雖然有一點辛苦忙碌 但成果一定會讓大家滿意的